视频开始之前,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本期话题,经过一年多的战斗 乌克兰的马林卡市区被俄军攻克 其财政方面的资金也将耗尽 对此,乌克兰武装部总司令,狮子大张口 伸手向美国国防部长索要4000亿的援助 以此来协助乌克兰摆脱目前的困境 12月1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一则视频 其内容显示,俄军103团占领了乌克兰的马林卡市区 同时,多条俄罗斯信员表示 乌克兰士兵正从马林卡的西北部方向进行撤离 在撤离期间,还遭到了俄军的火炮袭击 不过乌克兰方面也表示 俄罗斯军队并没有全面占领马林卡市区 乌军目前仍然控制着该市区北部的部分区域 马林卡是乌克兰东部的一座小镇 该市区的面积不是很大,但战略价值却很高 该地位于敦涅茨克市和扎波罗热的沿线要点上 这个距离可以使驻扎在马林卡的乌军士兵将炮弹 打向顿涅茨克市区内,还可以阻挡亲俄势力吸进的道路 自俄冲突爆发以来,马林卡市区一直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曾在2022年3月,俄军就差点将该地拿下 但在补给和兵力不足以及乌军死守的情况下 俄军不得不从马林卡撤退 而乌克兰目前的情况非常严峻 不仅损失了马林卡市区,其财政资金方面也出现了问题 5日,一名乌克兰总统顾问表示 12月结束后,乌克兰方面的财政资金 将面临被用尽的困境 对此,泽连斯基打算在一次线上会议中 向美国国会的参议员提出援助请求 然而美国国会参议员查克舒默表示 由于在会议的最后一分钟出现了一系列状况 乌克兰总统放弃了此次视频会议原本的计划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也在近日发出警告 如若再得不到美国的援助 就可能会失去收回土地的控制权 此外,乌克兰军队也将不能再主动发起进攻 并转为防守,在这种情况下 乌方大概率会输掉这场战争 他还表示乌克兰目前的财政风险非常严重 2024年,乌克兰政府的财政赤字 或将达到430亿美元 只将对乌克兰的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 最后他还呼吁西方国家应继续对乌克兰进行援助 包括军事及经济方面 以此来帮助乌克兰度过严峻的财政形势 面对乌克兰财政资金的情况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 乌克兰如若失去西方国家的支持 请依靠自身就只能维持一周的时间 此外,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沙兰达·杨 还在4日的国会上表示 美国方面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援已经耗尽 而这也意味着乌克兰即将丢失最有力的支持者 据统计,美国方面已经对乌克兰援助了将近1110亿美元 但俄欧冲突的消耗远远超过了美国的预算 虽然拜登依然坚持追加援助乌克兰 但美国共和党的人表示强烈反对 认为继续援助乌克兰是不划算的 想要乌克兰战胜俄罗斯也是不大可能的 虽然美国多数高官表示 不应继续支持乌克兰 但乌克兰还是伸手向美国请求大量援助 4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日内 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伸手索要近1700万枚炮弹和4000亿的资金 用来援助乌克兰摆脱目前的困境 随后,奥斯汀对此表示惊讶并声称 全世界都无法找到这么多炮弹 除外,由于欧盟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 欧盟也无法完成此前对乌克兰500亿欧元的决定 面对乌克兰狮子大张口的行为 美国这次可能无法答应 美国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表示 如若没有更多的资金来购买武器 美国方面将不得不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这也将使得乌克兰在战场上丧失战斗力 并输掉这场战争 美国方面放弃援助乌克兰是因为给物可给了 从武器装备来看 美国陆军的主战武器几乎都支援给乌克兰使用 从支援数量上来看 美国装备给的不少 但其生产速度过慢 在通用动力的坦克产能 因种种原因只剩下一年一个营来生产 而乌克兰在俄欧冲突中一年就需要消耗近600辆坦克 这绝对不是美国军工产业可以承受的 在援助装备的实际效果上 乌克兰已经用近乎灾难般的大反攻证明 这些武器装备扔出去就是一个无敌洞 而且还会被俄军的精确武器持续消耗 再加上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开始 对以色列进行援助更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 这也将会影响美国对乌克兰方面的援助 因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今年的冬天 乌克兰或将更难熬 无论处于何种冲突中 和平始终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俄乌冲突不仅是一场地域性冲突 更是对国际秩序的一种挑战 在当前的情况下 各方应共同探讨 如何在尊重国际法和民众主权的基础上 结束这场冲突 并避免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同时 国际社会还应积极解决 乌克兰民众现有的人道主义危机 及难民问题 未受战争影响的平民提供帮助和支持 而这场冲突的演变 也将持续受到全球的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